第二张照片呢 我们首先同样的是要干嘛 是不是先要对这张照片进行个处理啊 给它稍微缩小一点 看到吗 缩小一点 然后正好放在这个 大小要和这里位置一样 对齐这个正方块 然后我们点击返回 同样是找到特效 要把这个小姐姐一张照片变成这么多张 那么同样用这个视频 特效里面的视频 那么我就不用一直去新增画中画 比较麻烦 我直接选中前面这个特效 给它进行个复制 那么这时候又来 复制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照片长短不一样 特效也不一样 所以说可以把特效稍微给它 拉过来对齐就行了 这时候我再来 又选中这个特效 又复制 摁住特效往前挪 哎呦 没挪过来 摁住它 要到位你再放手 要不然的话到不了位 你看一下是不是 照片上一张出来了 那么跟前面一个方法 前面那张照片一样的 我们再次选中这张照片 又把照片给它复制一下 来 复制完之后 那么切画中画你切不到 是不是你看 灰色的我们点击返回 返回 点一下画中画 再点回你需要切画中画 这张照片 神奇的发现 切画中画亮了 点一下切中画中画 照片下来 之后我们挪到来 和前面这张照片 给它进行个对齐 来 对到哪里啊 对到这里啊 对到这里 OK 那么这时候照片同样的 其实跟前面一样的处理方法 我们给它拉下来 好吧 拉下来放到这个合适的位置 之后呢 同样的点击返回 返回 再次去找到特效 我们把这个特效 又给它进行一个复制 来复制特效 摁住往下挪 摁住往下挪 挪到这里 要对齐这张照片 再来又复制 又摁住往下挪 那么记住了 这两个特效是不是我们要对画中画生效呢 对不对 但是这样照片飘糊在上面 记住了 飘糊在上面 我们先改一下作用对象吧 先选中这个后面加的两个特效 点击作用对象 我们把它改成画中画 这张照片 打个对头 这个也是 下面这个也是作用对象 改成画中画 打个对头 你看照片是不是变了很多张 那可是它糊在上面 把画中画都挡住了 把我们的素材都挡住怎么办 我们点击返回 再次选中这一个 选中这个小姐姐照片 我们这里要给她找到我们的层级功能 点击层级 点击第一层 来 打个对钩 你们看一下 小姐姐是不是照片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是第二张 第三张也是同样的 我们一起再来巩固一遍 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 首先呢 我们把这样照片 太小 是不是太大了 我们给它稍微调小一点点 调到和这个正方块一样大的位置 小了一点点 调到和一样大的位置 来 看到 一样大的位置 细节就是你们自己去处理 那一样大的位置 我们找到我们的特效 对不对 返回 找到这里的特效 特效之后 当你找不到工具栏的时候 一定要点击返回 再去找 特效我们同样的不用新增 直接选中它 复制方便一点 复制这个特效 因为我们用的特效都是一样的嘛 这个特效长短 这就要注意后 要和这个照片对齐 来 再来复制 又复制 又挪到前面对齐 来 OK 对齐了 看到 对齐完之后 你看一下 是不是 看起来就是 前面张照片做了 接下来再选中上面张照片 做下面半解 选中张照片 把照片给它进行个复制 复制完之后 来切画中画 点击返回 返回 先点画中画 再点这张照片 需要切画中画的照片 切画中画才能被点亮 才能用得了 点一下切画中画 挪下来按住张照片 往前面去对齐 来 对齐了 对齐了 我们再次选中它 因为它糊在上面嘛 我们要找到层级 这张照片 画中画的照片 选中它 层级 选成第一层 打个对高 来 接下来我们是否给它挪下来 挪到下面 和这个对齐嘛 对不对 我要做下半截 同样的返回 返回 再次找到特项里面的视频 多做几个视频 选中这个复制 选用这个视频特效 复制 按住往下落 按住 按住往下落 往下落 来 记住 作用对象要改成什么 画中画 再来 再复制这个特效 其实这几个就是重复第一张照片一样的 又来 特效 又找到我们的作用对象 改成画中画 打个对高 来前面看一下就差不多了 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你眼中却没有 好 那么这时候这张照片我要给它加一个动画 你看 这样出来就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选中这张照片 点击动画 然后我们找到一个叫做入场动画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在这里我用的是一个叫做 向下甩入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带感一点点 来选中向下甩入 那么这一条动画时长 我把动画时长拉满 它会出现一个颤抖的效果 打个对高 感觉就浪漫一点点 对不对 好 这个视频 图形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完美怎么办 我再给它变漂亮一点点 给它加一些贴纸 加一些特效这些 来返回 来我们刚刚开头这个位置 我这个卡了吗 稍等一下 有点卡住了 关了之后重新打开一下 卡住了 来我们打开它 重新来给它 后面继续编辑 继续编辑 现在我要给它加贴纸 点击这里的贴纸 这个是我之前做好的吗 这个是成片 我找一下我刚刚做好的这个效果 这个 这个 那我现在给它加点贴纸 在这里刚开头的位置 我点击贴纸 贴纸里面有好多 找一个 我找一个蜡舞对吧 好吧 可以添加像你喜欢的贴纸 我在这个蜡舞里面找了一个 找一个 这个520贴纸 对不对 我选这个520 但这些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就选就行了 我选这个520 然后给它放到合适为止 尽量把这个拉大一点点 效果会更好 来 打个对购 看一下第一张照片 那这里第一张照片到这里就OK了 5这这里就OK 看一下 这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位置 稍微上一点点 要不然被挡住 看一下 520对不对 然后这里可以再添加第二张照片 又添加一个贴纸 因为但是二字这里是不是 但你都可以添加一些你喜欢的 我这里比如说 我再添加一张贴纸 我添加什么 添加贴纸 我再在里面找一个我喜欢的 看一下有什么样的 如果添加是哪一个 往下面去找 找一个你 用的同样的是用的蜡蜂里面的 找一个你喜欢的 哎呦太多了 眼睛都看花了 比如说这个对不对 我先用这个 打个对高 那么这时候这个贴纸 你可以给它也放到合适的位置 放到这里 也OK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多了一部分 我们同样的贴纸给它收回来 那么到这里 是不是这里还有个零啊 零这里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贴纸 再次找到贴纸 然后还是在纳五里面去选 选一个 这两个吧 两颗心走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比较硬紧 打一个 来 这时候我给它放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心啊 你可以拉大一点 打个对高 来 同样的挪到这里去对齐 来 这心要把它放在中间 来 调大调小 看一下 所以两颗心就走在了一起 这个大小 你都可以学弄这个贴纸 通过这个方式去调节它的大小的 好吧 那就这样吧 看一下 那么这里尾巴这里 我们还要给它加点特效 后面这张照片 再加一个特效 点击返回 然后这里有个特效 特效里面 新增特效 我们找到一个 现在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520吗 咱们有个520 栏目里面 我找到一个碰难心动 你看 这个效果是不是出来了 正好 照片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碰难心动感 碰一下 感觉更好 那么这时候 我还可以再加一个特效 你们返回 再点击新增特效 选一些你喜欢的吧 我这里选一个少女心事 我做的是少女心事 选中这个特效 对我们多放好一点位置 拖过来 放到这里 同样的给它对齐 尾巴拉长 好 那么到这里之后 作用对象改改 因为作用对象 它是对主视频生效 我们点击 选中这个特效之后 作用对象 我给它改成全局 这个视频就差不多这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来 你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 好了 同学们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因为稍微有点复杂 所以说我也分了两堂课给大家去录 然后上下两集 好不好 希望你们过一个愉快的520 然后稍微有点复杂的话 你们可以多看几遍 反复的去学习一下 就可以学得会 好不好 那希望今天这节课有帮到你们 好不好 希望你们都度过一个愉快的520 再见同学们 拜拜